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无上圣声为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止 愿解如来真实义 好 各位同学 大家早安 好 我们今天从那个官友我们开始 这就是从 官英 就是十二门论或中论 都是把这个因果关系 放在第一位 那其实这个都跟我们 世俗地 世俗的人啊 能够了知的这些现象 从这些现象去体察他的圣生意 所以那个佛教的修行 为什么人间佛教说集人成佛 就是说佛是从人道 这个身份 往前进修而成为圣者 成为佛陀的 因为佛陀就是觉悟的意思 那到底觉悟的什么 应该是从我们 凡夫就能够了知的经验开始说 对不对 像那个中论就体现了这种 异趣 那如果我们去看别的学派 就不一定 像这个如来这样 你得先知道佛性是什么 那从一个凡夫的立场 能够知道佛的 我们知道佛的因地是什么 那是佛的果地 佛在果位上他的了知 他的无分别致 或是他的大圆禁致是怎么回事 我们怎么会知道呢 这个就成为一种落差 那我们是凡夫的时候 也一直要去理解 圣人的无我到底是什么 圣人了知的真如是什么 其实这个都 我觉得是 对我们凡夫来讲就是 不太可能 不太可能去迷想 就是说圣者他了知 开悟的经验是什么 我觉得去探求这个也没有意义 那我们中论不一样 就是他从凡人的经验开始讲 那为什么讲因果关系 因为我们考察到事物的生命 那我们就说 事物是怎么产生的 这是牵扯到因果 从因缘生啊 那从因缘生到底是怎么生的呢 这个是因果关系 那接下来就讲 这个也是从生命 我们说这个 无常是三把印之一 对不对 那么无常体现的是空 对不对 佛陀讲无常 他的圣生意是空性 就是从缘起 了知不一不一 就是巴布了 了知他的性空 这个就是 中观的主张 就是我们要从我们的经验里面 去体察这种空性 那体察这种空性 目的是为了要离职 那从因果关系 从事物的产生来谈起 接下来就谈到像 我们记得金刚君那句话 说 凡所有相皆是虚妄 若见诸相非相极见如来 对不对 就是大家应该都很熟悉的这句话 这句颂 那各位我们读的金刚经 我们怎么知道 我们怎么考察 诸相非相呢 这十二门论 从那个通相开始谈 通相是什么 有违法的通相就是 生 住 灭 对不对 那我们对于生 住 灭的想像是什么 当然现在人对生 住 灭的想像 跟过去不太一样 过去能够体现这种观点的就是 有不 一切有不 那不管你是现在时有 三世时有或现在时有 他们只是在法体上去争执 那个东西到底存不存在 但是在作用上呢 都符合五常印 就是在事物的现象上 那现象就是我们现在讲的 那到底有违法有什么像呢 就是无常变动 那无常变动细腻的来讲 就是生 住 灭 这个我们在中论都有谈过 那生 住 灭这三个 就讲了三 三门 第一门是讲生 住 灭 是一时的呢 还是一时的 那这是都产生一种 形上学的困难 那会产生这种困难呢 原因是什么 是因为 我们认为这个无常是实在的 是实有的 那 因为这个预设 然后让我们呢 陷入了形上学的 谬误 就是你如果 是这样来思考 世间万物的存在 或是现象 那么必然会遭受 这种困难 就是我们怎么思考 生 住 灭这个事情 我们就会遇到 一些矛盾的问题 那通向之后 介绍的是别向 别向我们就是问法体 本身 是有向的呢 还是无向 那在这边呢 体现这个中观 这个经验 经验 倾向于经验的一种说法 他说呢 无向之法 一切处无有 就是说 生住灭是给谁作相 给有的法 那有的法本身 这个是通向 那我们说别向就是 比如说牛 牛有两只脚 有垂弧 有单体 有尾巴 有什么 四只脚等等 这些都是牛的条件 那么离开这些诸相 另外还有没有牛的相貌可得呢 如果牛 还有一个牛的字相可得 那个就叫做牛是有相的 那如果诸法有相 他就不需要 在别的东西来给他做相啊 但是如果牛没有相貌 那没有相貌 就表示没有这一法 这个是 应顺法 不是 这个中观学派 就是很 跟别人不一样了吧 我当时也符合我们的那个理解 你说一个东西没有现象 没有样子 没有任何考察的到的可能 那我们还能够承认有这个东西的存在吗 假设 对不对 就是 我们知道有热才知道说那边有火 或是有烟才知道那边有火 有没有可能说没有任何现象 但是我们可以判断那边有火呢 是不可能的嘛 那这个是别相 那现在又讲了一个 这是油门啊 油门还是在谈通向的问题 就是我们再去考察 从这个现象里面去谈存有跟不存有 就有跟无 一个是存在 一个是不存在 从那个现象来去谈 这个东西到底有没有存在在那里 有些东西很隐晦啊 就有些东西是很隐晦的 就像我们 我们熟睡的时候 不做梦的时候 对不对 你说那个第六意识是存在还是不存在 那我们考虑 考虑事物的方式不是就是这样吗 那当我们说它存在 我们怎么知道它存在呢 就是你说啊 不存在的时候 如果它不存在那为什么我会醒过来呢 所以我们是从那个因中有果论 去推论说 因为我会醒过来 所以在这之前呢 虽然没有认识的活动 没有认识的作用 没有了别的相貌 但是呢 它必须要存在 要不然之后 没有办法解释之后的苏醒 那这个问题就是像 因中有果论的推论一样 就是它认为 那个结果会产生 就是我会醒过来这件事 这个是一个结果 那必定是这个了别的因 就存在于 还没认识之前 就应该已经存在 那这是一种推论 那像这种 问题都是属于 我们在谈论一个现象 一个本体 一个能够发动了别的事 它到底事先是不是存在的 像我们这种问题就是围绕在有跟无上面 那这是从那个英国的序油来讲 那我们就从有违法的本身来去谈有 那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 这个事物的存在 我们可以 不管你是三四十有论 现在存有论 我们说都说有违法能够被 它是无常的 所以 这个就是 一法的最基础 存在的一个时间 那在这个 最短的时间内 一个有违法 这个是有部 他认为他七法共生 就是有 生 住 灭 这三个力量 这三个心不相应刑法 使得 有违法 来给有违法做相 所以一个有违法就有生住灭 的现象 那这就是事物 或是有违的事物 存在的样态 那当有部去思考 这个是 心不相应刑法 也是有违法 所以呢 他本身还 必须又有生生住住跟灭灭 来给他们做相 那就是叫七法共生 那这个叫做有违法 那这是 符合佛陀说的无常印 所以呢 佛陀说的无常呢 是实在的 就是真实不虚的 那么 离开我们心事的关带 离开我们 世间没有众生 都没关系 圣人入灭的也没关系 有违法就是这样 所以他是独立的嘛 那么 虽然我们说呢 他是刹那生灭的 但是他的形式 他的存在的形式 却是一种 常住不便 那 那 这个就可以讲 有佛无佛 有沒有 世间就是这样缘起 就我们可以讲 那是有佛无佛 世间就是如是缘起 所以他是真理 就是有不说的真理 是这样 那 现在讲的有无品是什么呢 就是 有违法 是生住的相貌 这是 有生有助 是可以被考察的到的 这个就是事物存有 事物的存有 那么 这个灭呢 能够使事物消逝 这个就是无 所以说呢 我们中观 就说 那个 雖然八部没有这个 非有非无 但是非有非无 在那个 四句里面 我们会看得到 这个 但是这边讲的不是 这 就是中观讲的那个 非有非无 不是讲的有无 非有非无 非非有非无 非非有非无 不是那个第三句 他讲的这个有跟无 的否定 讲的就是像在这一品的 语境里面 他就是在讲存有 一个事物 一个有违法 他的有 跟无 都是实在的 而且呢 有跟无 是不理的 就是他们不理 才能够成为 是有违法 才能定义这个有违法 所以 当他说有跟无 指的是 心不相应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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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不相应很抽象 因为心不相应形 就被定义做 非心非色 或是色心相待 成立的法 但是这个法是实在的 当有违法是 生跟住的阶段 这个都叫做 事物存在 那当他 这个有违法 是灭 灭的力量 产生的时候呢 他就是不存在 所以这个存在 跟不存在 都是实有的 就 这个是一个 有部的观点 因为 我们要谈这个无 是一个很抽象的东西 无到底是不是 存有跟非存有 这到底是不是 逻辑上 能够做一个畏词 这个在哲学界上 他是不是一个事物的属性 因为呢 在逻辑上 这个畏词 必须要提供一种 一种认识 能够让 让我们认识这个事物 比如说 这个杯子是黑色的 这个黑色就是个畏词 那有跟无呢 到底让我们 产生什么样的理解 好像没有 就没有对我们 我们对杯子更多的理解 这个畏词应该有这种作用 但是有跟无好像 没有让我们产生一个更多的认识 比这个主词更多的认识 所以这个有跟无它到底是什么 然后 无我们可不可能 这个无是不是一个东西 是不是一法 因为我们应该是有一个认识的对象 才会产生认识 那无是一个对象 那它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认识到一个东西是无 那是什么意思 无是不是一个对象 这个也是一个争论的 问题 那在我们这边都不是问题 就是它是一个对象 因为我们指的就是 这个灭这个心不相应形 这个心不相应形 作用的时候 它会灭掉 这一切 现象 这个如果是有不 这个法体是不会灭的 它会走到过去 从未来来到现在 然后再走入过去 法体三字横纯嘛 所以它没有所谓的灭 灭呢只是 其他的作用都消失了 它是走到过去位这样 那如果是进步 就是灭就是什么都 就什么都没有 那什么都没有呢 会有个次地缘 对不对 然后下一念继续升起 就形成一种序 这个就是有不 有不的无常观呢 就体现了一种实有的观点 事物的存在是实在的 对有存在这方面来讲 是一个真实的认识 对事物的不存在呢 也是一种真实的认识 所以这都是有一定的范畴的 就是一定的界限 可以很明确的讲 有跟无都是存在的 好 事物本身的性质 就是只存在刹那 它是非常 我们说非常不稳定 那么依着条件而存在 依着条件而不存在 这种 消失的过程 事物的属性造成的痛苦呢 是真实不虚的 那我们要灭除这个痛苦 就是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要转变 转变对他的执着 对他是常是一的这种 旺子 那去掉以后呢 去掉以后 我会达到一种 我们说真实的那一种 极灭性 这个极灭性很难讲啊 那是不是说 缺少了爱曲呢 那么缘起 就是从那个无明 无明灭则行灭 行灭则 行灭则灭 所以祸叶苦的行灭指的是 动乱的诸法不在作用 是这样吗 那这么体现的就是一个动乱 这个有为法因为缺源 所以不生嘛 所以这个过程呢 产生了断裂 断裂以后呢 从阿罗汉的最后一刹那 这个心是熄灭以后 后面就没有那种 序曲的诸法 那这个叫极灭 那如果是这种观点喔 这个是 可能有部会承认的喔 叫灰身灭字 这个灰应该是个灰 灰身灭字 如果喔 如果喔 如果我们开始想像喔 佛的涅槃啦 佛的我们涅槃不是翻作圆集或极灭喔 佛的我们说最后的完成呢 一个人喔 最后走到尽头 追求的目标就是真正的 真正的不再轮回是指 这个有违的序 有违法喔 他的那个 序流被截断了 截断了 那我们追求就是一种灰身灭字 的解脱 那这种观点一定会影响我们的实践 这个你又可以想像 为什么 我们现在流行的 我们现在流存的有一些经典是倾向于苦行的 比如说有部 他们应该就会比较赞取这个苦行 就是可能啦 这个也不一定啦 但是理论喔 理论如果说走到这种终局 终局就是这样 就跟无情物一样 那所以胡适就有一点 不太高兴嘛 就说这个佛教如果佛教的无分别字是这样 那石头也是无分别啊 那为什么我们要把那些 没有灵魂的东西喔 或是无情物嘛 我们是活着的人要跟无 要跟石头去学好像没有什么价值 这个能够体现我们的价值吗 对喔 他是从这一方面来看就是 好像否定掉那个 整个修道啊 到底觉悟是什么 觉悟就是跟石头一样 那不是很可惜吗 但是我们现在怎么想像这个觉悟是什么 大乘想讲的这个觉悟就非常起 非常让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但是从这边来讲就还好啦 当我们说否定掉这个有否定掉无 那是什么意思呢 那么从逻辑上来讲喔 有不建构的这个图景 就是存在的这个样子 是不合理的 先从这边开始 那我们当然我们对事物的存在必须要一定的见解 我们才能够检视喔 在自己的见解里面是不是有有什么样的问题 那这个问题 否定掉以后呢 到底把我们引导到哪里去 这个是我们要从中观论里面要注意到 我们不要陷入在那个龙树的思变里面 你要知道说第一个他思变 是不是合理的 那推翻了这个图景 推翻了这个图像 这个样子 那龙树想要干嘛 第二点就没有这么明显 就是我们要看待中观论要想到这两件事情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喔 这个有无 在那个中观论里面 我们已经有有无品已经谈过了 他说那个这个颂文说 若人见有见自心他性 如是则不见佛法真实义 这个我们来看一下 中观论怎么讲 中观论第十五 第十五品我们有没有上过 有印象吗 那个 那个你有印象吗 有无品 忘了 忘了 他这个有无品 跟有无门他的那个异曲不一样 像我刚刚讲 十二门论的有无品 是讲有违法的三项里面去谈 存有跟不存 就是消逝跟不存在 这边的有无品呢 是从 本质出发 我们这个是从现象出发 这边是从本质中出发 这个是 中论 那个 一个 清目视 我们就看我们白话文的就好 重原中有信 事事则不然 信从重原出 其名为作发 存有呢 这个是从因果关系去谈存在 我们说 中论是从我们世俗人的经验出发 事物都从无到有 就是 我们一个人的存在是从 这个人没有这个人 后来被生出来 这个叫事物的产生 或是我们讲那个自然现象 闪电为什么会闪电呢 本来没有嘛 那闪电是从哪里冒出来呢 只要我们开始知道 他从重原来 比如说电子放电啊什么 从那个 这个闪电的理论 去从那个电学去讲 那既然他是从条件来的 他说条件来的东西有本质 这件事就不可能是这样 他说 信从重原出其名为作法 这种作法是重原合合而生的 重原合合而生呢 在龙述的结论里面 就认为这个就是没有 所谓的自信 我们不能谈本质是因为 他从条件建构出来才有这个东西 如果离开的条件就没有这个东西 虽然他有作用 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认为 他是那种本质性的存在 他重原合我们可以这样想 就像是履线和人工的作用才有布 这个布呢 离开的履线就不存在 不是这样吗 那这是重原合 那如果你承认这个诸法是因原合而生 就不能够说他有自信 有自信的意思就是 独 独立 常在 独立常在 还有那个 蛤 就是常在 常一 实在 主宰是我 但是这个说布 有没有 布如果叫自信存在的布 就是独立与理宪他也存在 跟别的事物没有关系 而且是常 常是如此 因为性就是不会改变的意思 那不會改變他怎麼後來會變壞呢 就是變成破的布啊或是 而且沒有辦法解釋他從哪裡來 如果從哪裡來就因中有果論啊 因中無果論對不對 我們談這個事有自性也是這樣 事有了別性那如果說 沒有所緣盡的時候 那麼這個事本身怎麼 怎麼表現出他的了別性呢 所以 當 事的作用 這個心事這個事 他必須具備四個元嘛 四元 四元生 什麼因緣所緣緣次第緣 還有那個 增上緣 因緣次第緣 所緣緣增上緣 他必須有四個條件 才能夠有了別性 那麼這個了別性就不是自性有了 因為離開了這四元 那個了別性在哪裡 但是我們會認為說 那個事本身就 就 呆在那裡 然後等這四個緣 他才會 表現出來 這個叫因中有果論 就是我們對事物的想像是這樣 他說呢 如果你 你對因緣合而產生的東西認為他是 等待在那 因中有果論 心事 一直有了別性 只是要從這個條件裡面 他才會 產生出來 這個因中有果論 這是 感覺怪怪的 因中無果論更奇怪 因為 所緣緣 所緣緣 次第緣 增上緣 還有 那個 怎麼少一個 因緣 這些條件都有 對不對 但是也不會產生了別 你一定要有一個了別的主體不是嗎 所以這個要因中無果論 就為什麼 因中有果無果都不行呢 就表示我們一直預設的這個 這個本身 我們唯一的解釋就是這個是唯明的 那為什麼 因中無果論 因中無果論都不對呢 因為 他本身沒有本質 完全是從條件裡面 去假釋射 但是假釋射呢 你不能說 不存在 也不能說他存在 他就是叫做緣起 那麼緣起法呢 他的 這個深深意 就是 他是沒有自信的 完全都是假釋的 假釋不會 產生真實的東西嘛 所以 你不能說他有自信 又說他是緣起 因為這是違反自信的定義 那 自信 自體 自向我 都是一個意義 你承認他的自體就是這樣 確實是這樣的 那就 成就 就是 實在的自信 你就不能說他從重原生 從重原生就表示 離開了因緣他不存在 所以不能自體成就 他就叫做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 不是沒有 就通常 我就是那個 那個法質 太深厚的人 他認為沒有自信就代表不存在 他的存在是依靠 世源 你不能說他不存在 因為 只要因緣有 他就有 你不能說他不存在 但是他又不能 像你想的 是 實有 自己的樣態 不能夠這樣講 那我們去考察呢 他的可有可無 或是用 實在的自信作為前提去檢視他 就會發現他不可得 他的本質是不可得的 他的本質不可得就知道 他不是實在 不是實有的 所以是非有 所以 非有非無 在這一品來講是 這個法的自信 這個法的 本質 存不存在去談 有跟無 有跟無是兩種極端的 我們講 邊界 這個邊界呢 是從 我們對事物本身 他的本質 去探討 去 有的這種邊界 所以 佛教的 中觀中的主張 就是 自信有 自向有 他就不會從重元出 那 重元出的 就叫做 因緣法 那些因緣法呢 就是沒有自信的 是唯明的 是信空的 因為是信空的 所以才假借因緣 因為信空呢 所以是唯明 我們稱這個 是呢 他就是 只是個名稱 是從 因緣當中 甲利的 名言 甲利的名稱 所以講他是信空為名 那這個叫緣起 這是 很奇怪 他說呢 信若是作者 雲何又此意 自信是作者 是 有 有實在性的東西 是從 造作當中產生的 怎麼會有這種意 怎麼會這樣解釋呢 沒有這種意 意 就是意就是 沒有這種實在性 信名為無作 不代意法成 本質性的東西 就不可能是造作的 他只有一個 結論就是 只有一種可能 就是 有自信的東西 他就是一直存在 一直不會變化 他 他不可能是造作出來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你從 因中有果 因中無果 四元生諸法 都或是自身 他生共生 什麼 條 什麼樣態的這種 升起 都不可能 那麼你就結論就是說 這種有 實在性的東西 他就不可能是造作的 因為所有的生 都不可能 只要他是 有自信的 自己是這樣 比如說 水有失性 事有了別性 地有兼顧性 這些東西呢 不可能是造作的 他本身就是如此 如果他是有自信的 他就 一定是這樣 不代意法成 他不會 需要其他的條件 才能夠成立 事有了別性 他需不需要條件 這個是定義嘛 事是不是了別為性 對嘛 那 事的 條件是什麼 對 這是他的條件 或是我們說 事 四元生諸法 就是他的條件 他說 事有了別性 事的了別性的事件 不是他 事的了別性的事件 他不因緣就感到他有沒有了別 事的了別 對 你們講的都對 就是說 促 十二促嘛 就是跟進要促 促才能夠 才能有受 受才能有響 這個都是事的作用 如果就是說你事他的了別的本質 他是這樣子 那就是說你促的那是另外一個 這個就是條件生的意思 那從原 這個是十二支原起 對 然後那個條件 就是事 瘦跟想怎麼來的 從促 就是他必須要有條件 條件會改變事實 沒有 你聽懂我意思嗎 我再講一個 我們常舉的例子 你們就理解 就你昏倒 你車禍 這個 死掉了 心臟不跳 不呼吸了 對不對 然後送到台大醫院 柯文哲用那個 烏夜客某幫你救火 那救火你就 那個事從哪裡來 你第六意識 一醒來說 我怎麼會在這 你講這句話代表 你有第六意識 對不對 那你昏迷那個沒有心跳沒有呼吸的時候有沒有第六意識 有沒有你覺得有沒有 那個是不在 這個我就不信了 不是 那個是不在 這個就是我們在有無品在講的 事物到底存在不存在 有事是嗎 師傅我的意思說 了別不管你怎麼樣他只要起事的話 事就有這個了別的自信 可是這自信不應該有改但是你講說那個情況什麼昏倒幹嘛 那這就另外一回 就像說你如果說水他是私信 那水 他就是私信 適應他的自信當然水要組成開水組成冰水組成冰塊 那就另外一個就變成說他有受到外源影響 對不對你說 是我昏倒了昏倒是不是受外源影響 你沒有外源的話你正常來講你都還有事 可是事的本身這個了別這個性的這個這個性 不是說起來了別這個性就像說人會走路走路這個自信 不管你怎麼樣你都會走路至於你往哪邊走那是受環境影響就不算了 我要講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有這個現象是要有條件 但是沒有條件的時候 你認為他存在嗎 我們會遇到困難為什麼呢 因為 你要講有或沒有都有困難 然後現在我們講說 這個是如果有自信 有自信 有自信的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要依待條件 要依 他必須要依條件 才會 才會 才會產生作用 那就表示他是做法 對啊 那就跟信這個字呢 是違背的 因為信叫什麼呢 信叫無作 就是信 信我們就說 他自己是這樣的嘛 對啊 對不對 那現在說 信又從 條件當中才會產生 對啊 這本身是矛盾 對啊 理解嗎 榮術是要告訴我們這一點 但是我們在嘗試裡面會覺得說 他在那 然後等待條件他才產生作用 不是 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我們就會想 陰中無果論 就是說 他沒有 但是條件聚足以後他跑出來 他從哪裡來 陰中沒有果 那麼這個是呢 從這些條件的哪裡 產生的呢 就好像 一堆蝦子 一個蝦子看不到 兩個蝦子看不到 一堆蝦子也不會看到啊 這個條件裡面沒有事 對不對 因緣裡面不是事 所緣緣不是事嘛 等無間緣也不是事啊 那麼真上緣也不是事 就是說 昏迷的那個人 葉克摩在救他 他那時候沒有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是 都沒有不存在 那麼第六意識不在葉克摩裡嘛 也不在那個 柯文哲手裡 對不對 也不在那個護士 護士的 手裡嘛 那個第六意識為什麼 這些條件 那第六意識從哪裡就冒出來了呢 說不通啊 這個一個是陰中有果 一個是陰中無果 好 那 這兩個都 不能夠解釋 信從重元中來 理解我的意思嗎 我懂啊 那 表示什麼呢 我們在談這個事就 前提就錯誤 我們一直把它想像成是一個存在的 本體 對 然後 但是我們日常生活裡面講的第六意識 難道就是跟龜毛兔角一樣嗎 佛陀給他一個 一個名字叫做 緣起 他是緣起 那麼龍樹給解釋這個緣起的意思呢 就是信空的 那麼信空從哪裡 知道呢 從八部知道 他是沒有本質的 儘管我們有一個 名在那 但他沒有本質 所以 沒有本質以後我們肯定 他是 他的存在喔 不是說他不存在 他是唯明的那種存在或是說 緣起的存在 那種存在就 非一非意 非常非斷非有非無 你很多非 就是說否定 否定那一種 我們依著 我們 世間人 直實的那個樣子去判斷他是有 或是無 因為有跟無都是 某方來講都是有意義的位置 現在我們 脫離這種形式邏輯的思考方式 我們要重新認識 在我們語言 日常生活經驗裡面 談論的法 或是談論的事物本身 他到底是 怎麼 是怎麼一回事 那麼隆述給我們一個很清晰的 結論就是 他是信空的也是唯明的 這個叫緣起 都要從條件當中去理解他 從條件也就是從 一組關係呀 從一組因果關係的蓄留 一種 因果關係的換網 也不 不是說 因緣 因為有六因四元嘛 我們就是從 廣泛的來說就是因緣關係 從那個 就畢業了是不是 就畢業了 這個是我們來解釋 龍樹的異曲 因緣關係 的 的關係網 事物是從這些關係網呢 去 這些作為條件 然後去 失色一個假名 這不能理解成什麼都沒有 也不能像我們一般的認為 有所指 有所明 就是有那麼一個什麼東西在 被我們所指到 躲在 就是在我們的 認識 我們的 就是我們認識的對性 他是我們的所緣 指的就是那個東西 一定會指出一個什麼東西在那 他是 最後他是不是條件 他不需要條件 就是 追尋到最後一定有一個自立自成的東西 自己決定自己的樣子 自己成立自己 自己成立自己 不需要 其他 然後呢 他不變異 他是最簡單 因為分析到 最後 一個 不用再解釋的 不用再解釋他一定是 一個單一的東西 如果是 如果是複合的東西就代表 他還可以被 分作最更簡單的形式 那麼 是不是說 譬如說 設法追尋到極為 心法追尋到 刷那 那就是最後的答案 就不需要 刷那 還能再被 分析或是 刷那還需要條件嗎 沒有 他是一切 條件的原因 所以他本身就不需要再被分析 因為是這個原因構成的後面 的東西 那麼 榮術否定掉有這種東西 就是 我們從八部 就能夠否定掉這個 那現在告訴我們 只要你承認有違法是生住滅的 我們現在講現象 這邊講本質 有沒有那種本質是無償的 不可能 無償他從哪裡來 追尋不到來處 又表示呢 性這種觀念就跟有違法是相衝突的 那只要我們是做法 他就是沒有自信 有自信的一定 不用條件 就是不代義法成 他不用等別人 水是私信不用等別人 事有了別性不需要處 事就有了別 但是我們這個 那個 了別 那他昏倒的時候沒有了別性 我們就會講 有 那個了別性很細 細到你 比如說植物人嘛 沒有了別性 只是那了別性很細 但是植物人 可能有些是真的是這樣 但是 如果說悶絕這個就不知道 熟悉不做夢的時候 不知道 第六意識在哪呢 對不對 要條件 要條件才會有了別性 這個你就不能夠從 有跟無 這兩邊去理解 這個是性 性名 我是無代義法成 然後呢 若無自信 云何有他性 就是說 如果 是 是從條件來的 那我們 我們可以講 是 沒有自信 但是一定有他性啊 你說 是的因緣 就是 是的種子 你說是不存在 那種子存在 所緣緣 就是他的相分應該有 就第八意識限期的相分有 那麼 等無間緣 刹那滅 這個特性應該也是有的 然後再來就是 增長緣 就是其他 不妨礙他的條件 也必須有 有沒有可能是 有這些他性 但是沒有自信 譬如說 沒有我 但是有色受想形式 這樣 這個就叫他性 然後他說 我們先講說 他性什麼意思 你必須從我 作為條件 你才能夠說色受想形式 是他嘛 對不對 如果沒有我 那這些色受想形式 就是色受想形式 不會是他性 知道嗎 所以你說 似乎從他性有 這個是很奇怪 很奇怪 在邏輯上是 是錯的 因為 如果是沒有我的話 那這些 色受想形式 為什麼叫他呢 那再來講 如果沒有所謂的他 那就是色受想的自信 那一樣這些自信 都是不代義法成的嗎 這邊講 自信於他性 自信於他性 亦名為他性 這些 沒有 自信作為他關帶的條件 這些他性 其實就是 自信 那一樣 只要是自信的呢 不代言 常駐 那色受想形式不是常駐的 他一樣 也有 深駐滅 對不對 那 只要是有深駐滅 他就會 變成跟我們 前面一樣的討論 他從哪裡來 為什麼會變異 為什麼需要造作 因為姓名為無作不代義法成 所以呢 自信跟他性 一樣 都是 你不能 你不能說 自信不存在 他性是存在 這個是一樣的道理 然後 離自他性更有合法 如果有自他性出來 就說沒有那種 亦有亦無 就沒有那種 第三格 只要如果 隨便成立一個 那所有的一切 就能夠按照 死有的方式 成立 但是沒有 除了自信他性 就 我們 不知道 失誤 存在還能夠依 依什麼條件 有若不成者 就是存有是不存在的 那無 無指的是 事物不存在 或者是說 空性 也可以 他說呢 呃 成立了有 然後才可以成立無 因為無就是事物的消逝 如果事物的本質是沒有的 那怎麼能夠說本質消逝 這本質消逝是什麼 他不可能是一個真實的什麼東西 知道嗎 除非 因為本質是有的 那麼我們才可以說本質是沒有的 這句 可以成立 現在 有不能成立 因為有是無的條件 有不能成立 無 就沒有條件喔 沒有條件他怎麼成立呢 他不能夠成為一個有意義的位置 簡單講是這樣可以這樣講 無是怎麼成立的呢 先有一種有法 事物一定要先存在 才能說他存在 遮除或是說存在 變化 才是無 所以 無本身 必須要有 有 作為條件 所以這個 有法 存在的這一法 在演變中呢 後來破壞了 才能說他是無 無是離散 無是 緣起離散的幻象 所以 無本身是 依代條件 他是代義法而成的 所以呢 時有 根本不成喔 那時無 就是無本身也 不能夠是時純的 這個概念 不能夠說是時在的 如說 人有生才能說他死 假定沒有 生 死又從何說起呢 這可見無 是依緣起的假名才能成立 無本身呢 是關帶有的假名 換句話說無本身喔 他就蘊藏了有 這件事情 那 因為他是這個無的概念的前提 所以當我們說無的時候 已經預設了有 但這個都是從文字的意義上去說的 就我們不可能說無這個概念是單獨存在 因為他也是要依靠有作為條件 然後現在我們講的這個像 不太一樣的語境 我講這句話可不可以 那麼清楚 我剛剛有一段地方 哪有 就是無怎麼成立的這個地方 上面 那就好了就這樣 他說無怎麼成立對不對 他說因為先有一種有一個法對不對 對 那法存在如果時間點他是一個point 對不對 然後他隨著時間是不是在 有法在長期的演變中 長期是不是一個是時間點 那時間點後來他一直在破壞 可是這個法是不是 這個point還是永遠存在的 你不能說他不存在 就說一個人他三歲 對 到10年以後他13歲 那這個人是 基本上還是存在的 他是經過破壞的 所以就說他為無 對不對 那 那這個 這一 這個東西我就看不太清楚 因為我不瞭解這個寫的人他是怎麼去想 那我 這個 用線性去想看 做解釋就比較清楚一點 這樣子 這個說法 用線性去說 這個說法就跟這個有部的 有部的圖像 不是 不是講的不是一樣的東西 有部的無 是死法是因為 他就是心不相應形 他就是心不相應形的作用 可以這樣講 這個是法體 這個是法本身 這個無呢是他的相貌 可以這樣講 可是 然後呢 這個講的是什麼呢 這個 有的法滅了對不對 後面沒有在 後面 後面不再有這一法 後面有什麼都沒關係 但是這一法來說呢 他是沒有的 比如說金布 金布 金布是一個式 一個式隨根利民 所以每一個 刹那 他只有一個 一個式能夠陷起 比如說 現在是 耳式 我現在聽到你的聲音 下一刹那呢 我是看著你 我看到你在說話 那因為 一個心事 只存在一個刹那 很短嘛 對不對 是我不能是一邊聽你一邊看你 一定是 聽你看你 一直交錯 只是很快 然後在下一刹那呢 我 我聽你講的 我在想 你這樣講有沒有道理呢 這個是第六意識 第六四 他是 每一個刹那只能有一個式限期 他不是隨根利民 隨根利民是有部 就是有六四但是每一刹那只能有一個式限期 這個是金布 然後呢 你說你說 吳是什麼吳 吳就是說 掩飾在這裡是有對不對 在下一刹那是第六意識在的時候啊 這個掩飾就是 不是講第六意識喔 在這個時候掩飾是沒有 我的意思是說 一般來講有意識的話 第六意識 那都是五句意識嘛 他可以同時發生嘛 我是這樣講的 我是說用線性去看這個事情的話 當然這是我的思維啦 那我只是想說因為 實在就是說 因為實在去不要 盡量 就是不要 那個像圈圈圈圈 你把它分割 就反正說有違法對不對 估法不深 那有違法可能他本身就很多法在裡面了 他並不是一個法 如果一個法的話 現在我們講的是 一個 有一種有法 對有法嘛 有法不可能說只有一個法嘛 一個東西 東西不止一個法 然後呢 他的位置 他的位置 是 存在的 懂我的意思嗎 不管他是什麼東西啦 我說他是一個東西 他存在的時候 就是有法 那 我們講他不存在的呢 就是他破壞了以後 才能夠說他是五 我們這個屋子有沒有 世間一定要先有大象這種東西 我們才能說這個屋子沒有大象 那麼 沒有 這個沒有才能有意義 懂嗎 那有沒有 這個五 一定有一個主體 這個主體 不存在了 我們才能說他是五 所以這個五的條件是 這個東西是存在的 所以要作為他的 條件 我們才能夠理解 他不存在是什麼意思 你說這五表示他曾經是存在的 對 他曾經是存在只是現在不存在嘛 他有變化之間他不存在嘛 那變化中間是不是有一個有違法對不對 不是變化中間 他變化一定有個法變化嘛 一定有個東西嘛 有個東西嘛 他今天就讓我坐這裡 我離開這個門我出去了 我先不在了嘛 對不對 對 這是一個 那是不是一定有一個法出現嘛 沒有法的話我怎麼會從 有變成沒有嘛 對 那之間 他的有違法是不是很多法存在 有違法 有違法 眾人而生嘛 寡呼呼氣嘛 有違法是這樣喔 五位七書法 裡面 除了無違 除了無違的東西 都是有違的 我說法性本身是不是不是單止一個一個一個性質而已嘛 就是說 法不估計嘛 我們現在只講一個東西 不是 只討論一個東西 任何一個東西都不可能只有一個法在裡面嘛 他的變化 我說他的變化 說他的變化先講師傅我先解釋變化喔 布跟絲的關係嘛 對嘛 同時存在 那你要這樣理解 也可以 但是我們現在講的 不用去談他是因緣條件 聚合的 就是我們講就是說一個東西存在 他現在變成就不存在 對 就這樣我就知道了 對 這中間就不管他了 中間就沒有關係了 當然他 就不管他了 反正就是存在不存在就是了 你不是 你談他是變 你談他是另外的議題 就是已經是要換另外一張去講他 現在只講說 不管怎樣他是怎麼來的 他沒成立 他現在在這裡 然後他消逝了才叫五 那我們建立這個五呢 必須是他存在 為前提嘛 就是就這樣 這個是這一張講的 那你要講他怎麼有的 那是另外一張的事情 就就是 這個幻象 五為什麼我們會產生一個 他是使有的 這種想法 那是因為 也是可以從有部這邊來看 就是你要把這個有看得比較真實 還是無看得比較真實 我覺得現在有一些比較文藝的說法 就是說 你死了以後什麼都帶不走 然後呢不是說你死了才應該有覺悟 而是說你在生前 就不斷的在失去 昨天上一秒 都是在回憶當中 你現在 抓不到什麼 因為他馬上就是 你 你想到要抓什麼時候 已經在下一秒 所以 沒有永恆的失誤 什麼都抓不到 他就重點在這個五 那就是你 你把那個沒有看作是 世間的真理啊 就是 世間 沒有什麼東西是真的 你不能掌握一切才是真的 真的是這樣嗎 不是你這樣想就會人生就會很消極 對啊 有幾個道理 是沒有錯啊 但是這個道理就是 我們把這個五 看作是 就是有違法裡面 這個最真實 完全沒有辦法掌握 只 對 就我說 為什麼佛要講無常 如果說 畢竟空中 沒有常 也沒有無常 那為什麼佛陀你單挑無常來講呢 那是因為世間人都有常見 我們為什麼要努力工作 為什麼要去掌握那些美金呢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覺得這些東西很實在 所以佛陀 佛陀或是 或是我們那個 比較東方的佛教跟你講 什麼都掌握不了 你講的聽了很有意思嘛 但是你會不會就從有 執著有變成執著無呢 既然都掌握不到 我們就不用 我們就躺平嘛 對不對 躺平之後 現在就有什麼 你的抗議方式很佛系 對不對 就是因為 我們把這個表述都認為是 佛教的特性 什麼佛系防疫啊 啊什麼 還有還有那個 減肥 我看那個洞 就是人家畫那個 漫畫也是在諷刺啊 什麼叫佛系的減肥 就是說 我不用節食啊 我也不用運動 然後呢 食節因緣到了呢 我自然就瘦了 很像 很像我們 很像不是 我們不要 直取 那個 像不像那個 內觀 不是他是內觀 他說你 靜坐的時候 會痛會酸嘛 你就 不是 他現起的時候你就看著他 然後 痛 痛 不去 不去接受他 也不要排斥他 不是就是像很佛系就是說 我雖然有受下來的願望 但是 我既不接受 我既不接受結食也不排斥結食啊 然後 還更奇妙是 時節因緣到了 自然就瘦下來 那抗疫也是啊 我 疫情知道了 我就看著疫情 然後我不去接受他 誰會接受疫情 我也不排斥他 我不積極的抗疫 等那個時節因緣過了 日子這樣過 對不對 疫情總是會過去的 就是這樣 烏 會變成 這種人生態度 這個都跟我們對於事物的存在是放在 我們對於 千流的事物 我們關注什麼東西會 影響到我們 人世間的態度或是我們的實踐 從這邊來看就 看得很清楚 究竟 佛陀跟我們講烏是因為 世界人直取有 所以才說無 對不對 那麼真實意義當中呢 是 非有 非無 就 非是 的意思 不是第三種 就是 有呢 是元起 是假明 無呢 也是元起 是假明 那麼當佛陀 特別去談無的時候 是為了要對峙 對峙我們直取有的問題 所以才 專門去講無常 這樣 然後呢 如果 如果你認為有跟無哪一個才是最真實的 對不對 有不真實 無才是真實 那就變佛系 對 他說如果你 你認為這些是 離元起假明 實在的有無 就是都是邪見 然後呢 就是 這個就是 很重要 若人 見有無 見自信 他信 如是則不見 佛法真實意 我們推論到最後 是不是有一個是 不管他是存在 或是推論到最後說事物都不存在 才是真的 這個就是 邪見 就是你不能夠 了知佛說的譯曲 真實意義 無性是真的呢 還是有性是真的呢 對有不來講 有跟無都是真的 這是一種 或是我們說佛系 無才是真的 有都是過遠雲焉 對不對 然後讓我們有一種很超脫的感覺 這個是不是佛教的真實意 執著有 不看事物會消失 他會覺得說 事物只不過是 像我們物理學家有什麼 能量守恆定律 或是物質不滅定律 說我們 我們產生物理界的現象呢 都是 轉變形態而已 這些能量不會消失 他只是轉變形態 比如說我把這個椅子燒掉對不對 我們看到好像這個椅子好像不見了 其實 物質是不滅的 我們燒這個椅子 他就會變成 二氧化碳 變成那些煙塵 還有這個 焦黑的木炭 是轉換 這個椅子轉換形式而已 其實他一直有的 我們有沒有這個觀念 後來 質量守恆 後來變能量守恆 就是 我們認為那個 核能發電 核能發電不是靠那個 釉 釉這些放射性的物質的衰變 我們說上司的質量會轉成成能量 所以能量會是守恆的 對我們現在還是 物理界都是 他不知道這個 他認為事物都是 存在 對不對 所以 你如果是 這樣來看待這個世間 不是佛陀的主張 這樣就不能夠 我們就不能夠習心 打涅槃 就你沒有辦法知道真實意 麥克風 老師現在 真正的問題 真正的問題是在那個界 因為我們的這個 自信有見聞覺知的作用 這個 我看到一切東西不安靜 可是問題是說 我如何了解到這個 見聞覺知的作用 不受他的迷惑 不受他的迷惑 我們 見是一種 見是一種 認識的作用 而且是被 我們認為這個是一個 自主的過程 就是你不受意志控制 你就會看到 我不想看我也看得到 這種 不是意識的過程 會讓我們有一種 他是自然 自然決定的 就是有這些條件 他就自然是這樣 我們的問題是 我們的問題是這樣 這些條件本身是什麼 比如說我 看得到東西 那個劍 一定是由 被看到的東西 跟 看到的 主體 構成的 那麼這個主體 可能有兩個 一個是 掩飾 一個是 第六意識 就看你說 你看到是什麼意思 如果你看到說 看到還沒有那種了別性 就是 知道這個是杯子 那可能有一種叫限量的東西 那當我看 這杯子 我們會這樣分 這是筆量已經介入了 那麼對維斯加來講 這種看到 是什麼意思 維斯加會 這個是進步的看到 就你掩飾 下一剎那是 第六意識 你知道你看到一個杯子 然後呢維斯加會這樣 維斯加的看到 比較複雜 維斯加會說呢 這個杯子 杯子不是從哪裡 我講成維斯潤 先不要講因為複雜 簡單來講我們 不要先管這個杯子是不是心外的 總之 不管心外有沒有杯子 一定有這個 構造 你的 這個 這個杯子 杯子長這樣 這個杯子 到底是從第八意識的種子 獻起的呢 阿賴爺獻起的相分 這是陳維斯順講 或者是真的外面有一個新的外面有個杯子 或者他根本不長這樣 但是呢 我能確定的就是在這裡 我確定的是在這裡 那至於這個哪裡來 先不講 那一定有一個見跟像 然後呢 觸作意 受想 思 這一定有 那當我說他是個杯子的時候 一定有一個叫惠心所 然後為什麼 我知道叫杯子 是以前學習過 一定有一個念心所 那 巡視跟明言有關嘛 觸作意受想 他就跟這個想 有關 然後呢 當 維斯迦說了別 指的就是這樣 指的就是這麼一回事 那你說 如果 我怎麼解釋這個見 我怎麼從這個見裡面去體悟這個佛教在說什麼 我們倒是可以看看這幾個模型 第一個 先知法柱 就是說 當我們詳細去解釋我們這個見哪裡來的 這個叫知法柱 這個是前提 法柱是我們的世俗地 世俗地呢 是對這個世間提出你的見解 那這些見解有個條件 就是說 他會有 這個叫 緣起 我不會說認識 本身就是認識自己 就認識這個 這個經驗 就是經驗的本身 其他不用再解釋了 我們不會這樣講 我會把這個認識解釋成這麼複雜的一個過程 對不對 那這些一個一個的條件 我說 這樣叫做認識 這個沒毛病 這個是法柱 這個是世俗地 但是問題出現在哪裡 我們會認為我畫的每一個圈圈都是 他自己本身是那個樣子 因為 我的經驗告訴我 我沒有刻意啊 但是這個 杯子在那 就強迫我接受 不是我 我願意讓這個杯子是懶的 他就是懶的 是這個杯子 本身的性質 他強迫我要接受 強迫掩飾不是我 掩飾就是 他是被動的被接受 這個是黑著 那是表示說 我看到的東西有他的本質 這很容易會產生這樣的 想法 對不對 那我們有這種感覺 我們就會覺得 我所分析的這些條件 比如說見分 一定有他的本質 相分一定有他的本質 只是在某個環節我出錯了 這個會心所念心所呢 本身也有本質 他們就是都是被動的 互相作用 都是被動的作用 因為他們自己的本性是這樣 那麼 聚在一起呢 就會產生認識 那麼 在這個 龍樹是針對我們這樣的 建地去發言 我們要一一的檢視啊 你所謂的初作用攝影師 真的是自助自信了嗎 真的是本性 具 自 自信 是自己本身是這樣的嗎 我們解釋的源起都是由這些 自信有的東西 構成的關係 他們必須先存在 他們存在呢 才能構成關係 那這個關係就叫做緣起 所以呢我們的緣起叫做 譬如說賴爺自信的緣起啊 心心所自信 他們都要先自信有 然後才能叫緣起 如來賬 一定如來賬要先有 才能叫如來賬圓 這樣理解嗎 那麼龍樹告訴你不是 只有 關係 我們是從關係當中 去講有這種東西 那 從 從條件來的這種東西 就沒有自信 所以這個自信要 這個信呢是假例 從關係當中假例 那 從關係當中 假例的 那關係是真的嗎 沒有啊 沒有這些假例的 為民 為民的東西 也不會有關係啊 所以呢 他是 我譬如說 我們這樣講喔 把這個自信 把這個東西比喻做 人我 跟五運的關係 五運的法 五運叫做法 就是條件 就是條件 以法之有人 以人之有法 離人 離法無有人 離人無有法 法跟關係呢 最後的結果是 互相關貸 互相成立 沒有一個 不是為民的 所有東西都是為民的 那麼這個很難相信 所以金剛經一直鼓勵你要相信 說他比布施還要更殊勝 其實那個只是也是個方便說啦 就是有時候你覺得你 你解釋四句記對不對 不見得有人要聽啊 懂嗎 但是你布施很多人會來 懂嗎 對 你法會煮好吃的 大家都來了 這不一定啦 就是這世間就是這樣 所以你 你不要認為說 如果你 理智很強 你很容易變身穩 就菩薩就是要利他為先 真實的好處要讓人家感受 真的是這樣 那麼關係跟法 本身 他就是一個 這麼一個過程 我們理解 對這樣的信空為民 身解義取 對不對 其實這個是一個 佛教的那個真實義的條件 就我們已經不是 用有跟無來解釋事物 而是知道他是信空為民的 這個是從那個文字般耳道 觀照 這個階段 這個階段你需要思維 因為 我們先知道法柱 先知道認識的過程 然後再去考察 這個其實都是 沒有自信 從 條件中來 從緣起中來 從緣起中來 所以他是為民私舍 那麼這個是一個從 文字般耳道 觀照般耳的過程 然後先知法柱呢 厚得涅槃 這個涅槃字就有一點 味道 就是要非常 久的 非常久 還要非常有 很多的資料你才有辦法辦到 因為 後面的涅槃字呢 指的是一種宗教經驗 那需要禪定的幫忙 但是 你 條件是先知法柱嘛 你一定要對 你的認識 你要解釋他 你不能 什麼都不想 你要知道 這個劍 你要看那個 惟世加金步有步 他幫我們 分析了認識怎麼來的 然後再從這一些法 去考察他的信空 那麼你才能夠厚得涅槃 知道嗎 所以 你說 從 了別 從見 怎麼取入 取入佛法的真實意 他的過程就是這樣 先知法柱後知涅槃 那你就知道 這些條件都是 持有彼有 死生彼生 能夠生 能夠 能夠有能夠無能夠生能夠滅 是在於 他是 一代條件 有生有滅 本身是信空 而且是為民 那麼你 達到這種認識 你就會理解 金剛經裡面講 凡所有相 皆是虛妄 虛妄 為什麼說他虛妄 是因為我們都覺得他很真實 第六意識很真實 真實到 人家用葉克摩救你的時候 他就在那 這是 你跟死屍的區別 就是有沒有 在那 沒有事叫死屍啊 不可能是 已經個死屍 然後葉克摩還可以把你救回來 那這個 這個死從哪裡來 對不對 那 只能一個解釋 這個死就一直在那 很微弱 葉克摩把你喚醒 這都是從有跟無的見地去解釋 世間的現象 那麼龍樹呢 用這種思辨的方法 讓你了知 你的思考是 這些都是 預設的一種 本體 預設的一種 實在的存在 那麼只要我們不拋棄這個概念呢 世間的生命變化 都不能解釋 因為都會遇到問題 那麼 這個問題不是我們理智 的缺陷 反而是我們 太執著私有 才會造成這種 謬誤 那從這種 困局裡面 我們就能夠承認 他沒有自信 那麼 沒有自信 為什麼我們又說有第六意識 那第六意識不是指的一種東西叫他 叫第六意識 因為第六意識是從這些現象裡面 去假名思舍 離開了這些現象 哪有什麼第六意識 但是我們用這個第六意識這個名稱 去解釋我們的認識作用 是有效的 所以你也不能理解他什麼都沒有 這樣懂嗎 那師傅他等於說他有這種像理論性的認識 他就是說理論上有這個認識 他自己上真的是說 真是沒有用 讓我們去了解而已 我們如果 對 我們如果用 我們如果 不了知有跟無他本身 是一個假名思舍的 就是我們 我們的陳述說有 他就是信空的 是為名的 然後當然也可以說他無 但這個無呢 還是從這個有的條件而有 他是假例的 我們不能把他想像成實在存在什麼 或是實在沒有什麼 因為 時有跟時無 就 就我剛剛講會有這個困難 就是 第六意識在葉克末的時候是有的還是沒有的 如果有才救得回來嘛 沒有的是從哪裡生出來 但是這兩個都有困難啊 你說葉克末的時候有 有事你怎麼證明 明明就沒有 沒有了別作用啊 那你說他很微弱聖人才會知道 真的是這樣嗎 那這是一種沒有辦法被考察的 存在 那這種東西 對 凡夫跟 中官來講 就是說 我們要 按照我們 經驗 我們要按照我們經驗去推理 你不能說 你不能用那種方便的方式去解釋啊 就是因為他後面醒了過來 所以你說 他那時候有第六意識 這個是 靠不住的 你知道 那我們講那個吳欣慰也是一樣啊 你說吳想天吳 吳想天吳 跟 聖人的滅禁定一不一樣 一樣都沒有第六意識 對不對 那他不就是一樣的東西嗎 那你會說他們有差別 你說他的差別都是從陰地上說 就是從他的條件去說 就 就譬如那個滅禁定吳 這個是吳違法 然後吳想天吳想定 不管你怎麼界定他 他不是都沒有第六意識嗎 看起來都一樣啊 但你會說這兩個名稱不一樣 他體現 體現 第六意識 第六 第六 我們先不講那個 是沒有的 不 沒有 就是他沒有 沒有作用 第六意識不起 那不就一樣嗎 他就要無心地啊 那是給他不一樣的名稱 不是 不是用這個來命名 而是呢 條件不一樣 就是什麼 什麼條件到達沒有第六意識 這個是 滅祥 滅這個祥 這個是滅壽祥 條件不一樣啊 那 我說沒有第六意識 沒有第六意識本身 他能不能反映這些條件 如果 如果這個 如果這個是獨立於條件的呢 那他就是一個本質嘛 就是本質是沒有第六意識的 你有沒有第六意識在你的前五意識 我 不管有沒有 有就算有你也不會知道 因為 五句意識嘛 就是有第六意識 才會 就一樣啦 你說沒有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 的本身存不存在 是第六意識存在在那 沒有作用而已 還是他真的沒有第六意識 誰知道 但是是 你 你得定的人 應該是第六意識在 但是沒有作用 好像這樣 比較合理 就依我們這種常識來講 生智就 沒有 滅靜定 滅靜定有生智嗎 五境居天是嗎 第三國聖人居住的地方 I don't know 我不知道 但是我要講的是說 同樣的現象 為什麼能反映出 當然這樣講是有點唇有 對對對對沒有錯啊 我的意思 我的意思是說 沒有第六意識 他可能像個石頭嘛 對不對 那我們說結果論 就是說反正結果是那樣 條條道路通羅馬 我把你敲昏了 也可以到這裡來 那是不是 我們如果只是注意這個東西 就不會有條件 條件不重要 真的嗎 但是這些 這些 不一樣道路過來的 他們真的會停留在 在同樣的點上嗎 就是一個是反一個是色而已 一樣都沒有心喔 這個都叫無心地 就有心啊 現在現在有個問題啦 那個一貫道說的 說什麼路都可以來到這 然後有大乘說 八萬四千法門都可以到這 那就意思就是說 手段不重要 反正 這個結果還重要 就 我開悟 我可以 努力 武功練個30年對不對 然後現在我那個吸心大法 可以把你的那個都吸過來 反正 只要過來那就是我的嘛 因為這是結果 結果是真實的 對 但是我 只有中官 能夠避免掉這種問題 因為 這個東西是 為民安利的 他必須要 靠他的條件去施設他 因為他本身是無始的 為民 那為民 憑什麼說有這個民 憑著他的條件 懂嗎 那他的條件不一樣 雖然同樣名稱他當然不一樣 這就沒有什麼問題嘛 條件不一樣 我說的無心就不是你那個無心 懂嗎 因為 對 你不用去談 這個無心 跟那個無心 都跟石頭一樣 還有什麼差別 那你從因地上去講差別 就代表他們是為民的 如果他們不是為民的 你就只是看著他就好了 就根本不關他們的事 因為 他是 他是 他是姓名為無作不代義法成啊 他哪需要去談他的條件 他本身有他的特性嘛 是不是 我們先休息10分鐘 就是 不只走文字 要注意文字的 就變成合同道可言的啦 是這樣 是從文字般若 你坐到別人的位置 從文字般若到觀照般若 這些 有 有人要進來 文字般若 就是我們現在 一文解義嘛 一文字去說那個意義 那他的意義就是從 龍樹的思 龍樹的方法 這些很重要 很重要 這個重要是從 我們 我們對於事物的考察無效 作為起點 首先我們 我們 我們要 法是緣起的 這個叫法柱 我們要知道事物的條件 然後我們會一定會從這個 法柱是一套一套的知識 你說事怎麼來的 這個輪迴怎麼來的 怎麼入滅的 你一定有這種 能夠說得出來 要不然你怎麼實踐 對不對 但是後面你怎麼知道他的 信空 這個你需要一個工具 就是 我們一直講 隨順盛益的考察 就是龍樹在中論用的方法 這個方法是隨順盛益的 他是一種理智的活動 你要去考察 考察什麼呢 考察這個法柱的內容 然後呢 他的 隨順盛益的考察有一個特點 就是這個法柱的理論呢 是無效的 這個很重要 這是一種治療的過程 這種無效是一種治療的過程 波爾金把他說是一種藥 然後呢 阿涵金說他是木法 就是 我說法如法語者 他是個工具 他是個工具 這個無效不是結論 是一個工具 是一種治療的工具 是像藥一樣的 他表示 就是 有個目的 是為了對字 指食喔 不是對字時有喔 是對字指食 那麼 這種對字以後呢 你會 你會達到一種聖節 這個是聖人才有 這種 我們講 我們這樣講好了 我們可以這樣講 他是一種瑜伽限量 就是一種 根本字 或叫涅槃字 都可以這樣講 一種 宗教的 直 直 直覺 這種直覺 有這種直覺以後 不是說這個就是你要的東西喔 這個也是個工具 知道嗎 這個工具可以讓你知道這個法柱是什麼東西 就是 唯明 唯明的是信控的 就 你就不需要 這個 綠色 這些是你的修道 這個是你的修行 你見道 這個是你的見道的過程 那你一定要從文字 再到觀照 然後再到現 現觀 最後呢 你能知道 原來緣起呢 是信空為名 這不用人跟你講 不用誰跟你講 你自然就會知道 就你看這個椅子有沒有 已經不會像我們凡夫看他是 很實在的東西 修行就是這樣的過程 道風不一樣喔 就是你 你覺得你這種 你了知這個只是為了要 為了要 解決自己的煩惱 就是你覺得 在這種 覺悟裡面 你體驗到那一種 自由 這是一種人嘛 就是你自己體驗到這種自由 然後呢 另外一種人就是 除了體驗這種自由 我在倫理上 我要達到圓滿 就是我在利他上 我也要達到圓滿 沒有必然的關係呀 因為 我們是把佛陀的事業當作我們 仿效的對象 那麼佛陀是在建地上 他是個聖人 然後 有了這種建地呢 他不斷的像 不斷的是 告訴別人喔 就是 度化眾生 那麼他所成就的事業嘛 就是你為了 教導別人 有這樣的法 你必須要在人間建設一個 生團 讓這個法 傳承下去 所以你要不斷的去 對別人說 那麼這個就是建立佛教的一個過程 那他所具備的是 對 人 對友情 這種深刻的悲悯 要不然他就自己 自己解脫就行了嘛 他沒有那一種 再有 救度別人的那種願望也可以呀 因為他自己本身沒有痛苦了嘛 他已經解除了這種痛 這種苦了 那麼別人的苦 可以 他可以不關注或者是說 根本也沒有其他眾生 那他幹嘛 就是你去關心那也是如患如化 那麼隨緣 隨緣就是說 該怎麼樣就怎麼樣 我隨我的沒有那一種很積極 地域不空 事不成 沒有這種雄心 大可以就是隨順姻緣 就是阿羅漢隨順姻緣度化 你看不開悟他不是這麼在意 不是說不管你就是他不是這麼在意 因為他知道那是條件 條件 有實踐 有實踐 條件 因緣成熟 那是因緣 諸法歸因緣 是什麼 就是 你在這種 學說裡面 你沒有那種願望 那大乘就有一點 矛盾 就是說 知眾生如患但是要度盡一切眾生 那這不是很奇怪嗎 對 但是說 知一切如患這個是 這個是智慧 對 聲文也有 適度一切那個 無眾生可度 適度一切眾生 後面那一句 這兩個不是因果關係喔 不是說 因為沒有眾生所以我要度眾生 不是這個 他們不是條件 他們不是英國的條件 是 沒有眾生對不對 但是 眾生如患嘛 所以 他不是有也不是無 我之所以要 度化眾生是因為我的誓願 這是另外一個 就是你有這種誓願 他跟那個有沒有眾生是 沒有關係的 沒有那種必然性 眾生如患 但是我要度眾生是我的誓願 這會構成另外一種道風 那種誓願是從慈悲來的 然後 空性能夠助長這種慈悲 就是因為 只有性空 我們解脫一切對不對 我們對於六度 才能圓滿 就是布施度怎麼圓滿 布施度 沒有布施的人 沒有布施的物 沒有布施的對象 那為什麼布施能夠達圓滿 我們講沒有布施的自己 那麼你就可以布施內身 那不是說空性就能夠圓滿 你必須有空性的智慧 不然你怎麼圓滿 你能夠把內身布施給人家 你沒有五韻皆空的智慧怎麼行 對不對 如果我沒有法有的話 那麼你會布施 就是至少眼睛是有的 對不對 為什麼要布施給你 苦是真的嘛 但是好像沒有布施你的理由 是不是 那換話是假的 不是 換話是假的 腎臟哥給你 我幹嘛信 我的意思說 我們當我們洩脫一切 賤 那麼這個布施可以達到 沒有極限 對有比這個東西更珍貴的 就是 你除了了知一切空 沒有其他能夠條件 沒有其他能夠說 譬如說我怎麼無私 我都不可能把我的內身布施給人家 因為那 求生意志是一個很正常的東西 每個人保護自己的生命 保護自己的利益 也是天經地義 如果我們以這個為前提 那我們這個世間的苦就是必然的 因為我們必然有矛盾 日本人打我們對不對 我們知道惡戰 日本人打我們為什麼打我們 因為他很壞 是嗎 那太簡單了 有沒有跟你講 日本 日本的國 國內 有 日本的國內有矛盾 他們的那個 那時候是全世界性的經濟蕭條 日本 怎麼解決自身的問題 他從一些戰爭裡面 藏到甜頭 可是打敗清代 你知道打敗清代那個真的是 到今天都還不知道為什麼 美國怎麼打敗清代 我看真的是天 天 好像是真的是 天 天 沒有 對 因為他們的 建船的吞位都沒有大清 你不要以為說清代 打輸英國好像很丟人 清代打輸英國沒有屈辱感 是因為人家本來就是很強的國家 你知道嗎 你打輸他不丟人是因為 他本來 大家都知道那是 工業革命的起源地 不丟人啊 但是你打輸日本真的很丟人 就很像一個小孩子 拿了一把玩具刀 就把你搶劫了那種感覺你知道嗎 就很丟人 那從那個時候就 我們的民族自信心就不見了嘛 對對對然後 日本人為什麼打 從 戰爭藏到甜頭 從冒險中藏到甜頭 他為的也是大和民族的發展 沒有戰爭 日本人就要餓死 你去看那個日本有一些小說有沒有 你有聽過那個遊山解考 就是日本有一個地方的習俗是 父母的年齡到一個年齡 他們要把他背到山上去 然後放他在那裡 因為養活老的就養活不了小的 然後這是一個無奈的選擇 然後 這是傳說 但是 日本就是這樣條件的一個地方 你知道嗎 是很 很辛苦的那個 也不一定就是說 經濟蕭條那你就知道什麼叫經濟蕭條 但是沒有人性 你那個 包括那個中國的饑荒 對 義子相食 這很多在清代都還有 饑荒的時候 交換小孩子吃 你可以想像嗎 那 你再說遠一點喔 我們知道的格林童話 對不對 格林童話不是 大概 幾世紀的事情 那個 大家聽過 唐國屋這個童話 歐洲的 德國 那個是一個饑荒的年代 然後那個 父母養不起小孩 然後就用 用一個 用一個藉口 把那個 小女 姊姊跟弟弟 趕到森林裡面 讓他們自生自滅 因為為什麼父母 因為為什麼他們的父母要這樣做 因為 他們怕忍不住會吃掉小孩 所以就把他們趕走 然後他們到這個是真實版的 唐國小屋 後來的格林童話 就是 把這些東西 修正掉 那你就知道歐洲面臨饑荒的時候 你還有什麼人性 他怕吃掉自己的小孩 所以 在有理智的時候 先把小孩 趕到 樹林裡面 讓他們自生自滅 然後傳說 從這邊開始 就是 會有那個 女巫 其實也不用女巫 正常人都會這樣 就是 收留那個 小姐弟 要把他們養胖 養胖就是要吃 然後那個 就是人跟牲畜一樣 這個過往 我們都經歷過 你從這種過往 你就可以理解 為什麼 會有黑奴 為什麼有黃皮膚的那個 對 花工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人的歷史就這樣來的 然後 你要看 就是說為什麼會有這些殘忍 就是說 如果每一個人是存在的 我為我自己利益的著想 在資源匱乏的時候 這不就是很正常 很正常的人性嗎 對啊 因為人的本質如此 要保護自己的利益 我我所嘛 這個是 迪卡爾 迪卡爾式的思維 就是 我什麼都可以懷疑啊 但是我存在 我懷疑 這個懷疑 沒有辦法被懷疑 這是 真理 我們不可能懷疑的東西 它是真理 我的存在是真理的話 那麼為了我的存在 一切都要 一切都要屈服啦 什麼 人倫道德 到這個底線的時候 那麼就是攤牌的時候 什麼叫人性 這是我們從 純有論裡面 推演到 極端以後 我們會看得到 我們的殘忍在哪裡 但是 你怎麼解脫掉這種 這種道德的困境 我們從一切法空裡面 可以找到出入 因為為什麼 我我所並不真實啊 所以 它並不是一個天然的 一個限制 就是我們的道德 底線 是可以被突破的 我說底線不是往下的 是那個天花板 就是說 我們可以放棄掉那個 很限時那種生存利益 的底線 我們是可以沒有這種底線 那麼人 有這種自由 就算在這麼極端的條件下 人還是有自由 因為自我是虛構 自我是被建構起來 那當然這種 這種力量喔 你必須要 從這種 修行的建道 以後才有可能 知道嗎 但是 我們在理論上 其實就可以 知道說佛教跟倫理之間的關係 為什麼說 一切法空喔 你才能夠真正的慈悲 就是在這裡 其他的那個學說我們可以這樣對照一下來看 就是了知那個 終關的訴求 那這個也有一個 問題啊 就是說 一切法無實 那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他不會有決定性 那 什麼是善 什麼是惡 在終關的立場上 也是無限開放 你可以去施設什麼叫善 有的時候是殺掉一個人就 一整船的人是善 殺變成善 那個是施設來 那 有沒有 有沒有可能說 我去侵略別的國家是為了救自己的國家 是善了 那在什麼時候體現這種可能 我們如果說像那個外星星球大戰講 地球被蟲族入侵了 我們去殺很多蟲子 可不可以算是善呢 這個這個就是留待 中關是把這個問題在拋向給你 對對對然後你 你為了抗日 打遊擊 有時候當然是殺鬼子 但有時候要犧牲自己人喔 派人去當間諜喔 可不可以呢 沒有絕對性 就是這個事情是 你自己負責 這是你的誓願 你自己的誓願 在中關裡面就是 體現出這種 這種施設 這種施設的必要 就是這種法術的必要 我們從條件去談善惡 沒有離開條件的善惡 就更廣泛的去 而不是從本質上去說殺人就不對 就是在大乘裡面會更 更 更有責任性的 必須要 智慧 去選擇 這沒有決定的答案 所以從 聖道 從惡地上來講 兩種智慧都必要 世俗地跟聖意地 這樣知道嗎 就是 我覺得 我們看那個中關就是跟我們的 實踐息息相關 沒有實踐喔 你去空談這些形上學是沒有意義的 法術都是從自己的實踐 去說的 去 假例 沒有實踐就沒有這些假例 好 那我們把它看完嗎 這個是有無啦 佛能滅有無 從家瞻眼裡 這個 滅有無 就是 有跟無是假明觀待 是無時的 你是你自己說的 沒有從佛陀 從畫家瞻眼 這是阿涵經裡面就有 禮有意禮無 這個是龍樹很喜歡舉的 家瞻眼鏡 就是 我們 以為 消逝的東西就認為它是實無 認為因緣限期的法就認為它是實有 那麼我們會在有無當中會有很多困境 形上學的困境 那麼多聞聖地子不一樣喔 他見世間集呢 因為理解諸法是隨緣而限期 所以不起有見跟無見 見就是一種 決定 決定的意思 就是說 有 存在 一定是那個樣子 存在一定是 這樣 就我剛剛畫的那個 有步啊 或是為事 一定是這樣 那老師那生文原諒的這個見性空不空呢 他還有存在嗎 當然他 他們 在中觀的解釋裡面 身文跟菩薩 原訣 他們見的空性都是一樣 都是 我我所空 就是我剛剛講這種 瑜伽限量是 以 我 作為觀察的對象 但是他知道我跟一切法都是一樣 知道我空就是知道法空 因為所有的事物都是這樣 知道 雖然不深入觀察 但是他們一定不會執著法有 知道嗎 能夠見我空一定是知道法跟人一樣都是空的 先有這種見地 然後再去觀照 最後獻證 這個叫生文原諒菩薩 都是這樣 都是對我做觀察 這個是中觀 認為 那 他因為有這種瑜伽限量 他再回到世俗去看 看待這些 知識 他會知道這是為明星空 就不會執行的 就不會執食 就 正確的講就是我 對我根本沒有執食的問題 所以 他對於切法也不會有那種 跟我們凡夫一樣 存在不存在 他不會落入這種 他會捨我 他能捨我 這個是 這個是道德實踐 那我們現在講的是他對他的認識 他的認識不會用 有跟無去認為事物是存在 他不會這樣看 不會用這種兩邊去看待事物 知道嗎 看待這種事物就很有問題 第六意識 在你昏倒 悶絕的時候是存在呢 是有的呢 還是沒有 你這樣看待事物就很 你就沒有辦法解決那個問題 你到底你悶絕 昏死的時候 有沒有第六意 根本 我們連這個問題 就是都問錯了 因為第六意識根本就是唯明的 是信空的 但是你不認為 你不認為你才會 會問說第六意識是有的呢 還是沒有 那如夢如幻就是這樣嘛 如夢如幻你要解釋嘛 如夢如幻是僻喻 他的存在就像夢幻一樣 那什麼意思啊 他是唯明的 是信空的 因為我給他講的解釋說 如虛空發如虎 然後這個文明信空 是從 源起 所以 才失色 失色他是 因為 他沒有自信 所以需要 代源 而起 就是 代名而失色 然後呢 然後呢 世間的失誤是因為他根本沒有自信 所以才可生可滅可有可無 這個為什麼這個沒有證明 這個不是證明 這個是反證 就是因為沒有 考察不到自信 那我們說他沒有自信 那我們說他沒有自信 沒有自信才可以假失色說生滅有無 因為沒有自信所以才可以失色這些東西 知道嗎 那他為什麼是說不可得呢 不可得是 自信不可得 就是說 我們能夠承認世間 可生可滅 或是說 承認世間的假生假滅是因為 這個工作 這個工作 確定 沒有自信 確定了沒有自信 我們才會承認這個 一定要從 隨順勝意的考察 放棄的自信見 才能夠承認這個 你沒有這種 這種 這種藥 你不會輕易的丟 你不會輕易的放棄 你必須要有這個工具喔 這個 說工具你們不會重視 你要說那個佛教的語詞 你要 這是方便喔 就喔那我知道了 他是方便 你不能沒有方便 然後你才能夠達到 假生 假生假滅 從一切假民中 從一切假民中 離卻諸法的真實性 一定要這樣 從世俗地 去認識第一 從第一裡面去得涅槃 這個次第不能亂 那你一定要這樣 這是從流轉黃滅中 離卻有無的執見得到 而達到一切法空 時有時無 時生時滅 雖然沒有 但是假有假無 假生假滅 從緣起假民中 是有的 這種有就是 緣起的有 知道嗎 不是什麼依他起的有 那就是他性 事物依他性有 之前被我們講過 就是榮述反對 那這樣弟子呢 不但離有的一邊也離無的一邊 要離有也離無 這是 建地的兩邊 那你就達到非有非無 非有非無不是那個 天台講的妙有 非有非無就是 否定有否定無 這是叫 不落兩邊的中道 就是建立在這裡 死有彼有就表示 他們是 互相假例的 是為民 然後呢這邊就解釋 如果法是死有 若法時有性 如果諸法是死有的 他就不應該變化 性若有意向事事中不然 因為性名為無作不代義法成 所以 如果事物有本性又說他會變化 這件事是 說不通的 現在送 若法時有性云何可以 若法時無性呢 如果諸法有死在性呢 那怎麼不他就死在性 就是他永遠 水是濕的就永遠是濕的 怎麼可能會變化 對不對 那 諸法若無性就我們理解他是 什麼都沒有 那什麼叫變化 比如說我說這個 世紀變化 天氣變化 天氣不是個東西嘛 對不對 那我們說那天氣 不是個東西就表示他沒有 那沒有我們上哪裡說變化 但是我們日常生活說天氣變啊 對不對 但是天氣不是個東西 懂我的意思嗎 如果你把那個 假例的東西都認為他是實在沒有的 那我們上哪裡去說變化 懂我的意思 人是假例的 我說我從 我變老了 這句話有沒有意義 我們會認為有意義嗎 這個小孩子長大囉 小孩子不可得不就是沒有嗎 那沒有你幹嘛說他 他長大了呢 這個 這個就變說我們從這種考察裡面去破壞世俗了 知道嗎 我們如果用實無的觀點 就是假例的東西就是沒有的 假例的就是沒有的嘛 那麼 怎麼可以說變化 假例的東西 不說變化那慘了 假例的東西是沒有的 人是假例的 昨天殺的人跟今天殺人 不是同一個人嗎 因為他們是假例的 沒有人被殺也沒有人殺人 可不可以這樣 因為我們都是 四大 你是四大拿了一把刀這把刀是四大 殺了一個人只不過把這個四大 拉開一個口子 四大都還在那 人是假例的所以哪有殺人這幾個 這就變實無在看事情 懂我的意思嗎 那那是 很奇怪的見解就是 這種見解就會跟我們的生活沒有辦法配合 那這個是真理就完蛋了 那就 意思就沒有殺人罪的意思 離開有無 為什麼我們這個修行園為什麼外道會產生 若有若無 若非有 非舞 沒有沒有 那個是這樣 不是外道 是我們一般人都會這樣想 我們會這樣想的原因是 它是邏輯上的可能性 我們現在在要談這個世界 我會有認識 我會活在這個世間 我感到苦惱 我感到一些 我有種種的感受 感受到快樂 感受到苦惱 感受到愛 感受到恨 那這當中 應該有什麼東西存在在那裡 我會感受到那是不是意味著 我是存在的呢 那麼 有可能我是不存在 是在一個 大飯天的夢境裡面 是這樣嗎 我是存在的 或是這個世界是存在的 或是 不存在的呢 就是你開始 我們開始要談法柱的時候都是從這些疑問開始 所以若有若無 若非有非無 就是從這種可能性開始去推演 這個代表我們開始在認識這個世界 然後呢 這是先決條件 因為治療的過程 一定是先從法柱作為起點 你沒有這個起點 你談不上治療 這個是你治療的條件 從這些條件你去考察到 它是無效的 那不是很無聊嗎 這個過程必須要有 這個叫治療 你要先知道你的處境是什麼 你所處的世界是什麼 這個是你治療的 前提 從你建構出來的世界 知道這些建構是無效的 因為不是如你想的那麼真實 這是一個治療的過程 然後 你 深度的了解 一切諸法 也是從這個過程中體現的 你去推翻它不是說這些東西是無益的 而是 治療的過程就是如此體現出來 你要從你法柱的深度裡面 去 理解 去治療 那麼 才能夠我們說去除掉 止死 去除 執著 死有的煩惱 要從這個過程去體現 你不是說 它無效我們就不要它 不是這樣 就是 我們要把 這個過程理解做要 理解做 法 這樣 它是個工具 它不是目的 如果你說 它無效就不要這個 那就變這個是個目的 它就不是工具 理解嗎 那 在某一種角度來說 這個過程反而能夠知道我們建構知識的 本質 這個本質就是信空為名 可以這樣講 所以在這個 在這個語境下 我們會說空性就是事物的本質 理解嗎 就是 一切法空 這個空 這個空就是一切法的本質 叫一切法的法性 在這個語境下我們可以講 喔原來這是法的法性 但是 我們不能把這個法性 誤認作 一切法的 一切法的本質 就是那個空的本體 不能這樣理解 這樣 這個 如果法實有性 也可以 如果法實有性 也可以 這很簡單 定有則則常 定無則則斷 事故有志則不應 定有 則則常 一定有什麼常住不變的東西 定無則則斷 事物不再續起 那麼有志則就不應該要 實有實無 因為這個斷纏的問題 斷纏是兩邊 為什麼說定有則著常 如果法有定性 非無則是常 法如果有決定性 那他就是一直是如此 先有而今無事則為的 因為 有的事物 不存在 不存在 我們就不能夠說 他 他還能夠 影響 其他的東西 那 過去的善行 做過 不就不無了嗎 那麼為什麼還能夠成為 未來 的善果呢 這個就叫斷 如果我們 用有無來看就會有這種問題 就不能夠承認那個 業果相許 善惡中有報 善惡中有報 這個倫理學的那種 條件 業果理論在這邊 就會變無效 好 這個就是 這個就看完了嘛 然後我們看那個 有 畫家沾眼睛怎麼說 畫家沾眼睛很 畫家沾眼睛在這裡 他就是 這個畫家沾眼睛是在雜汗精裡面 好 然後 這個 如是我聞 一時 那離聚落身靈中待冰色 而時 尊者 這怎麼念啊 煞陀 反正就是家沾眼 家沾眼就問佛 問佛說 世尊 如世尊正見 雲何正見 雲何思尊 世尊正見 政見是什麼 那你怎麼來說政見 然後呢 他說他就告訴 這個家沾眼說 世間有兩種依 就是說我們對於世間的 觀點 依著兩個東西來說這個世間的性質 一個是存在 有 若無 有跟無 有這個東西 沒有這個 有 有世尊形式沒有我 都是從有跟無去說的 為取所處 他說我們把這個東西當作是 事物的本質 最基本的 本質 他要嘛存在要嘛不存在 一定會對一個 不管你說任何東西 要嘛存在要嘛不存在 我們用這種 詞 去量世間 是不是 有效的呢 就事物一定有這兩個相貌 他不是有就是無 可不可以這樣說 他說如果我們這樣看的話 是為取所處 取所處故 或依有或無 這是因為我們有取 取就是一種 可以拿抓的東西 我們認為一定有所取有所得 我們是這樣認為 然後因為 有這種 認為 所以就會有有跟無這種結論 若無持取者 如果你沒有這種持取 那麼心盡細死 不取不住不忌我 苦生而生苦滅而滅 就是我們對於苦 的生起跟滅去 也可以有另外一種觀點 就是不是用取 這種見地去認識 心不細著 然後不取不住 沒有我 但是呢 苦生而生苦滅而滅 對於四弟法 沒有疑惑 不由他而止 就是能夠知道 苦極滅到 是沒有取著 沒有我的 那一種 四弟 然後這個叫政見 然後這是佛陀思舍的政見 然後他繼續解釋 世間極 如是正之世間 無者不由 就是說你說世間是不存在的 是沒有的 如夢如幻 意思就是沒有這件事 但是你看世間極 就是世間有一定的條件 就會有 有這樣的事 所以呢 你對世間產生無 這個見地 是不會有 這樣理解嗎 這個見地是講說 無夢 無幻 這個見地是不是講無夢也幻 沒有夢也沒有幻 就是 跟大師唸有一句話講說 今天夢醒了幻滅對不對 對啦就是說 比如說巫師嘛 巫師唸咒 你就看到有什麼東西有沒有 然後巫師突然不念咒了 然後這個東西就沒了 如果你是這樣看的話 就是有跟無在那邊看待 你還不了解佛陀講的幻象 他就會講說 意思就是這些幻象是沒有 因為先有後無還是先有 只是樣子而已 其實沒有嘛 但是如果你知道世間極 就是說 木頭 配合一定的溫度 配合一定的濕度 就會有火 這件事你就 你就會不會說 當我說 火如煥如夢的時候 你不會認為 你不會認為他是無的 你就摸到他就會燙啊 沒有 這個事情 你不會覺得他 你不會覺得這個是無的 當我說火沒有本質 火沒有本質的時候 沒有自信的時候 那就是火是不是真實的 是無的囉 當我說火 離開了木頭就不存在 因為 他不能夠離開木頭 所以火沒有自信 你同意吧 當我說火沒有自信的時候 你不會認為他是什麼都沒有 就這個無見 不會有 因為一定的條件 包括你去摸他這個火會把你燒傷啊 這個都是火的條件 當我說 當我說他是條件 所構成的 如夢如煥 這個時候 你說 那火就沒有 是不存在的 像在夢一樣 你在夢 裡面摸到火 你不會真的燒傷嗎 你不會有這種看法 認為火就是沒有的 儘管你說那是夢 但是你對夢的理解不就是火 不是真 不是有的 火是沒有的 這種見地不會生起 理解嗎 因為世間擠啊 所以你不會世間是無 這種見地你不會有 等一下 世間滅 你如果要理解夢幻泡影就是沒有的 意思就是沒有的 不會有 因為世間擠 所以你不會有這種看法 懂嗎 因為世間擠 如實正見 因為世間擠 就你知道法柱字 你知道世間是這樣這樣就會那樣那樣 世間是無 你不會有 世間滅 如實正 如實正之見 若世間有者無有 如果你 考察世間滅 那個極滅就是 那個因緣條件沒有 就沒有這個事情 那你不會認識說 他是實在的消逝 不是 世間滅就是 條件 劇組 就沒有這個事情 所以你就正知之見 世間是有某種東西存在 這種見地你不會有 因為世間會 世間滅 這個有違法的滅相 世間就是有違的 那個這個滅呢是一切法 皆如此 那我們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後呢 可以講 純有就不能夠離開滅 如果不離開滅 那麼這個有 世間是有什麼東西存在 那自然你不會有這種見諜 覺得世間一定有什麼實在的東西存在 這個東西 就回到我們 有部的認識 就可以讓我們 理解這一點 有 有部 最後就 我們終於要回到我們的本文了 知道嗎 什麼叫做世間滅 對有部來講世間滅指的是這樣 世間不有就是世間滅 沒有沒有 世間滅的意思就是 這個是有違法 這個是存在對不對 存在指的是這裡 我剛 上課前畫的圖 對 那這是心不相應刑法所以他會有深深住住跟滅滅的作相 然後呢什麼叫做 有為不離滅呢 指的是七法共生 這個是有 這個是無 對 那這個是可以是假例的 他們指的就是 實在的法 那 有違法七法是互相扶持的 所以呢有違法不離滅 滅一定是跟著的 因為七法 七法相扶生嘛 有違法 有違法一定是這七法 互相支持 他不能獨立 這個在有部認為緣起就是講了這樣 此有彼有的關係呢是 這些東西是存在的 然後他互相支持 這樣理解嗎 這個就是滅不能離開有違法 如果滅離開有違法就不七法共生 那為什麼一定要這七法呢 因為有違法的定義就是深住滅 你不能說 深住在一個時刻無在另外一個時刻 那麼這個時刻就不能具足這三項 懂嗎 有違法一定是要具足這三項 那有違法一定是存在在刹那 這個叫一個時間最短的單位 你說沒有刹那 那沒有刹那就 那世間就是無違的啊 懂嗎 有違的一定要具足這樣 這個是符合有部對 法著的解釋 就是事物就是這樣 所以 相符是不是就是他相遂 不是 相遂是另外一個 相符就是說 事物存在的時候是互相支持 這個是一個 刹那 事物存在在一個刹那叫無常 那必須要滿足事物就有生住滅這三個項 那怎麼可能一刹案就具足了 對啊 但是這個是有部的觀點 那我們講你這是一時的嗎 一時有問題 就是有跟無是一時是什麼意思 現在他告訴你 有無 你看課本 我們看那個十二門論這個 第幾頁呢 第六十二頁有沒有 有無一時無啊 有跟無怎麼可能同時 那到底同時是有還是沒有 有沒有看到有無一時無有沒有 對他說什麼呢 有跟無性相違 一法中不應共有 這很容易知道嗎 就是你剛剛問的問題 不可能 為什麼呢 排中慮 但是有部為什麼要建立這個 是要滿足佛陀 既然講了有有違法有生住滅相 所以他必須要建立起的法柱是這樣 有佛無佛事物就是這樣 這叫法柱字 要緣起 這是他們解釋的 好 那 如果 就是我們講是說 世間滅 如實之道 世間無有 那我們如果說世間 有違法不離滅 那我們就知道這個事物不是真實存在 我們還記得上一節課我們講佛系嘛 佛系抗議佛系減肥知道嗎 就是因為我們把這個滅 看 所有的作用都還重要的東西 所以這邊講 世間滅 那我就知道 世間怎麼存在 我的存在都不真實 當我要抓什麼時候其實已經過去了 那所謂的現在 剎那轉瞬消逝有的只是回憶 那回憶是什麼呢 就是看不到摸不著 我們可以講 念念滅 所以知道一切不真實 那麼 你知道一切不真實 那就不會執著 這是一邊啦 但是你兩邊世間極世間滅 你都能夠從世間極裡面知道 事物不是不存在 從世間滅知道事物不是存在 那你就從世間極跟世間滅 離開存在跟不存在這兩邊 知道嗎 佛教不是偏一邊 如果我們只觀察這個 就會變得消極 如果只觀察這個 就會變成 世間是常 就是會有這兩邊 那麼 離這兩邊才是佛講的中道 知道嗎 那你看這個 怎麼中道 怎麼離開有 怎麼離開沒有 你從 有部的理論 就沒有辦法談中道 談中道只能怎麼談呢 有的我不能把他看作沒有 無的我不能把他看作有 就變這樣 這個是 就跟我們原來講的中道不太一樣 那中道 中道是什麼呢 死有故彼有 死生故彼生 然後所謂的無明原形乃至純大苦運聚 無明滅這心滅 這些 可有可生 你不能把他想像成什麼實在的 當我們把他想像成實在的 我們就要想 我們就要用滅來對峙 當我們 落入世間滅 以為世間什麼都沒有 那我們就要觀察世間極 就來對峙 對峙 世間極表示世間 不是沒有的 世間滅表示世間不是有的 那不是很矛盾嗎 理有理無 這個是佛陀對嘉瞻言說的 那這樣子 眾生見水中月虛空花 又水中月 為什麼一定要見那個 那如何他能夠沒有 這個見沒有無明 今天我見水中月 我也見水中沒有月 我可以看到水中沒有月 一劍有月 一劍無月對不對 那這個我這個劍如何 離開無明 你不能觀察 你要觀察法柱字 你不能看那個水中的月亮 那個是幻境 那是匹域用的 那是匹域 我們不是在匹域當中去觀察諸法 匹域只是讓我們理解佛說的異曲 那你不能拿這個匹域來當回事 那你這樣說佛是說佛羅 那這個是 佛陀的佛羅是從存在的東西 從正世俗裡面去講 我已經 跟你講過很多遍 水中月是個匹域 對 就是事物就像這樣有條件它就存在 可是我們確實看到事件的事物有這樣子 對啊 事物 但是我們認為存在的東西是它因為條件支持 第六意識是條件支持的 如果沒有條件就不會有第六意識 那第六意識可有可無 完全是按照條件來說它有無 那可見它本身並不是真實的 你要從這個 存在的 我們 可有可無就是 如果我們把它認為是存在 先有的東西 先有第六意識才能夠講有了別為性 如果我們是這種 認為是是一種鮮豔的東西 是自信存在的東西 那麼我們就會遇到困境 就是我剛剛講那個 如果你悶絕的時候有沒有第六意識 怎麼講都 不能成立 說有也不對 說沒有也不對 對不對 那我們就知道 緣起的法 不能夠用時有時無 去看待它 我們如果離開了時有跟時無就叫做非有非無 那就叫中道 那得到的結論是第六意識呢 它本身是唯明的 是信空的 唯明信空怎麼知道 從 從那個悶絕 有事無事 它的矛盾性去理解 這是一個 隨順盛益的 關會 隨順盛益 隨順盛益的考察 這是一個 一個範例 這是一個範例而已 但是這個範例也是很重要 因為它是一種 它是一種治療的過程 這個過程喔 就要先解釋 先解釋 這個是緣起嘛 先解釋事物 事物生滅變化的過程 要先解釋 你從這些解釋 從這些解釋的分析 去分析它 然後分析的結果是 這個解釋是無效的 這是一個過程喔 這個是一個過程 這個是一個過程 這個治療的過程叫方便 就是你不能 你不能 你不能 簡化這個過程 就是我只計這個結果 它是無效的 只計這個結果沒有效 它是一個過程 這個過程的精髓喔 它的盛生意體現在這個分析裡面 你沒有這個分析 沒有 就沒有 那這樣子緣起信空不究竟 應該說本性就沒有 沒有這個是 緣起信空這個結論 我說過這個過程 那為什麼不說它本性空呢 那個是結論 你要有這個過程才能走到信空 要有緣起信空的這樣子 信空就表示 我剛剛 我剛剛說的 沒有電 你換一下電子 這個本質 本質是 這個概念是無效的 無效就是 就表示它是信空 這是結論 結論不重要 重要是這個分析的過程 你知道 這個是過程 分析就是治療的過程 重要的是過程 不是這個結論 結論當然是信空為名 但是 重要的是這個治療的過程 你沒有這個治療的過程 就什麼都不是 要有這個過程 那這個過程就是分析 就是分析 那我舉一個例子 你一定要有實際的範例 為什麼說它無效呢 你說悶絕的時候有第六意識 不對 為什麼呢 有第六意識 他就應該有認識嘛 就是你在躺在那邊你會認識 雖然不能說話 你說我躺在這裡 醫生要給我插管 真的有嗎 但是你那個人醒過來 他不會知道有 對不對 根本沒有 你說他有第六意識是不對的 你說他沒有第六意識 奇怪 他醒過來是從哪裡醒過來 就很像地上沒有 沒有種子 我拼命的澆水拼命的照太陽 他也不會生出花 一樣啊 你如果沒有第六意識那葉克膜 醫生護士 這個 趕快你電極 沒有第六意識他從哪裡冒出來 從心臟冒出來 從電 電極嘛 從電 冒出來 從葉克膜那邊冒出來第六意識 應該說是我治療他 所以他會醒來 從葉克膜 這不 醫生會這樣 我現在就在開始 就要跟你示範 第六意識 我們就從有無嘛 中論第15品 有無品 第六意識 在你悶絕的時候 要嘛是有 要嘛是沒有 同意嗎 前提都是以第六意識這個東西做前提 我們把它當作一法 他就 只有這兩個 只有這兩個 一定會中一個 不可能有第3個 知道嗎 要嘛有 那時候悶絕的時候 要嘛有 那時候沒有 那麼這個 如果我們這樣去思考事物 就是不能夠理解佛的真實意 但是佛的真實意也要 從這種無效 這種概念的無效 我們會得到一種治療 這種治療會讓我們承認 第六意識呢 是空的 這個治療的過程很重要 你透過這個治療才會知道這個是空的 你不能 你不能 因為 為什麼是 為什麼是空的呢 因為 因為有跟無都不可能啊 這個是一個分析也是一個治療過程 這一定要有 所以第六意識本身是空的 你沒有這個治療過程什麼都說不上 你一定要有這個 你不分析 你不分析沒有 沒有用 那分析有個條件 分析一定是依著法柱去分析嘛 第六意識是什麼 你要先知道 這是一個定義的過程 就是 你要法術制 第六意識是那個樣子 你要解釋它 這些現象 你從這些現象去分析 知道它是無效的 這個是一個治療的過程 不能夠缺 不能缺這個 也不能缺這個 但是最重要是這個分析的過程 沒有分析 你沒有 沒有分析就是沒有這個 就沒有這個 可是這樣的分析不是還是帶像的作用的來分析它嗎 像的有 我就跟你講 治療的過程 你不要一直扯到你自己想的 你要知道 這是個藥 剝的是不是藥 你都不按照經文 你都 我就跟你講這個是藥 你從來不跟著我的思維去思維 我問老師你講 你講對不對 你講他治療的過程 你說了一個治療的過程 那你願不願意 跟著經文去思考 你都不講 你就一直問 為什麼 我想的不對 或是為什麼你不講這個 我跟著老師的講法來去思維 對那就好嘛 分析是重要的 這是個藥 你一定要按照這個 這個過程來 沒有這個過程 達不到這個效果 第六意識是有的 不可能 因為你沒有躺在那邊 知道自己在那邊被治療 沒有 第六意識是沒有 那為什麼會行 你就知道第六意識跟有跟無這個概念是無效的 那 這個無效一定是透過這個分析得來的 你要廣泛的去考察 那這個醫生會說我的療效有效啊 因為我的療效有效啊 因為我的療效有效 讓他醒來啊 從哪裡醒來 譬如我給他打一針 所以他醒來 有效 不是第六意識在那在不在 在那些措施 第六意識從哪裡來 他們控制 只要他 對啊 那第六意識從哪裡生出來 從這些方便 因為打針下來讓他自主 那第六意識本身 從針來嗎 從打的藥物那些來嗎 從心臟來嗎 從心臟的跳動來嗎 從血液來嗎 從哪裡來 從電來的嗎 那醫生為什麼說要打一針 竟然不從針來 對啊 這個是世俗上我們知道的嘛 現在我們就是在分析了嘛 從知道 從知道的 從知道我們這些措施的有效 從這些 來分析 第六意識在哪裡 你會發現有跟無的概念才是有問題 不是這些描述有問題喔 我們確實醫生這樣這樣搞他就醒來了 這沒有問題 因為這是法柱字 知道嗎 這是我們經過我們的實踐結果我們確定的 這個沒有問題 有問題的是第六意識有跟無這個 觀點是有問題 我們 你聽我講好嗎 不是這個 這個手段有問題是 根本 問題就在我們的問題本身 我說治療的那個潛 治療的那個時候 第六意識是有的是無的 這個問題本身就是問題 我現在沒有問你這些手段啊 這些手段當然有啊 有效我才 我不是從什麼水中月 我是從這個 治療的過程 我正在治療那個人 到底有沒有第六意識 這個問題開始 我會發現 我在治療他嘛 他有第六意識 但是他沒有知覺啊 他根本不 他醒過來他根本沒有那一段記憶 對不對 沒有那種了別 那第六意識不在 但是第六意識不在 他為什麼 他從哪裡 第六意識從哪冒出來 我的意思是說 有跟無這個概念是無效的 無效那應該 為什麼無效 是因為我分析的有也不對 無也不對啊 那是因為事性空所以 他是無效 我們從無效 才能夠承認他是空性 第六意識是空性 空性是什麼意思 就是 我說他有說他無 都不成立 不可能 我們不能夠把第六意識 想像成是實有的 然後去討論他是存在不存在 所以第六意識是非有 不有不無喔 不是 第六意識是假明的 他是性空的 但是怎麼知道的是從分析 分析有跟無他是無效的 從這邊 得到這樣的 觀點 可見我這樣講 你都還是沒有懂 這個是 佳祥說的出章 出章就是一定要分析 他不可能 不是有 他一定是落在有或是無 對不對 第六意識要嘛有要嘛是沒有 但是我們從這個 急救的這個經驗來看 有跟無他不是 是有效的論 論討論 討論第六意識的 不是有 因為他有跟無都一定不對嘛 所以我才能夠達到 第六意識是唯明的 是性空的 我才能夠承認 一定要從這個分析 才能夠承認第二個 因為如果真的懂的話 正的性空應該會有六神通 為什麼 為什麼你要扯到神通 為什麼你就不能夠按照我們去思考的這個範圍去想 為什麼我實在是我才要問你為什麼 因為你不能證明 今天講說 為什麼你不能按照我們所設定的問題去思考呢 我有這個過程有任何神通 你這樣的思考很跳躍你知道嗎 我如果按照你的思考 我的思考如果按照你的思考 那就是 我確實 是有效 可以證得性空 是不是 如果 不能證得性空 你不可能 你不可能只思考這個東西 你就能夠證到 但是你必須要累積 我問你喔 菩薩是不是廣泛的觀察一切法是空的 那現在才跟你講一個法 那你都有這種問題 那你怎麼廣泛的去觀察 一空怎麼誰告訴你一空就全空 但是為什麼是一法就全空呢 你連一法都不知道是空你能知道全部都是空嗎 我問你第六意識是不是空的 怎麼知道的 你都不曉得 那你就要 妄想跟我去談神通 跟我去談見道 我只告訴你 這個情 這個是一個很小的範圍 那你都不肯 腳踏實地 按照這個去想 你要嘛你就天馬行空 我這個有談到什麼神通嗎 就是談到一個急救的過程 這麼小的範圍喔 這個法已經是這麼小的範圍 沒有談夢境 沒有跟你談一切 就談那個急救那個時候 有沒有第六意識這個你都沒有辦法 你都沒有辦法按照人家限定的範圍來想 老師我生病的話我一定會找醫生 因為我很安心啊 我為什麼一定要先談你的經驗呢 我們就不能夠離開 一切的雜訊 你現在的頭腦就很多的雜訊 因為我跟老師 我今天四天好我要跟老師 學佛法我才安心啊 不然我如果說沒有一個對象 我的學識是我學習 你只會把問題 不斷的模糊啊 我就很不能離開你們的思考是這樣 這麼雜亂無章 我們數學能不能這樣 在我談加法的時候 1加1等於2 在練習這個時候 你不要跟我談開圍 老師那個更號2是怎麼回事 我怎麼回答你 那我就問你那加法你會了嗎 不對啊 你要跟我講開更號 開更號跟加法有什麼關係 你現在的思考是這樣 你懂我的意思嗎 為什麼你就不能夠按照 我們所設定的問題去先去想 然後 從這個問題累積你的知識呢 為什麼不行這樣 因為你的我發現你的思考非常的跳躍 非常沒有跳力 你要先理解為什麼 這是你 十幾年 我想是你性格的一部分 非常的跳躍 那一個人跳躍 這個是什麼呢 我講過這是散亂 這是這個現象 我們叫 他叫散亂 散亂就是很難得定 一個人專注 專注於念 念是 成所习盡 有念能得定 就 你 你就 如果我們把這個東西當個功德 有定得念 那你離這個 你離開這個很遠 你讓我如何 你不一定要想像神通 你不一定要想像自己的解脫 你要專注在我們說話的那個對象上 不能亂跑 對 我有什麼關係 我現在不過是談那個人 被急救的那個人 到底那個時候有沒有第六意識 你要專注這個問題去 去談 你不能無限的擴散去 而且你的擴散都很跳躍 那個被昏倒病人 因為醫生的 打疫針 恢復他的自自由 自在 對不對 第六意識 不是病人 第六意識 第六意識從哪裡回復 從他自己回復嗎 我問你第六意識嘛 你說回復是從他自己回復嗎 打疫針 因為因緣 請這個因緣打疫針他回復 第六意識嘛 第六意識因為針回復 那就意思就是第六意識先 在打針前是在的嘛 是嗎 那第六意識是在的為什麼沒有知覺 為什麼沒有知覺 為什麼呢 因為他有病房 第六意識 有知覺 才能說第六意識存在 既然你悶覺的時候沒有知覺 我們現在討論 為什麼會有第六意識有沒有的問題 是因為 那個人跟死人是沒有差別的 沒有呼吸沒有心跳 今天我們用葉克膜 用葉克膜救活了他 才有這個問題 那在救他那個時候 第六意識有沒有在 你說有嗎 不對啊 因為沒有知覺怎麼會說他有呢 他跟死人一樣啊 那沒有第六意識 那沒有第六意識 救活的第六意識從哪兒冒出來 我發現你根本就沒有辦法專注在我們的思考裡面 你第六意識 你不是講他有遺傳嗎 你看喔 我這個跟遺傳一毛錢關係沒有 你 所以我 我很懷疑你到底有沒有抓住我們在說的那個要點 然後 不能理解 就從你亂跳這個地方也體現出來 不但散亂 而且沒有辦法理解我們在說 第六意識 是有知覺的表現 對不對 對不對 他昏倒 他跟死人沒兩樣 他到底有沒有第六意識 如果有 可以 他跟死者就有區別 對不對 但是有為什麼沒有知覺呢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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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是我們從 我們從語意上去理解 一個悶覺的人 討論他有沒有第六意識 我們就可以知道第六意識這個預設呢 可能有點問題 我們在討論的主要的不是那個病人 而是第六意識 病人的第六意識 在那個時刻 是存在的是不存在 這是整個有無品的關鍵 那我們不要討論那麼廣大 我們就把這個 範圍縮小到 你不要講世間萬象 我們就講那麼一項 你都沒辦法解決還講到萬象去 你要講這個一個項 病人的第六意識 你注意 注意聽人家講 你的腦袋是 非常雜亂的 你要把那些雜訊關掉 要定下來 我就是講第六意識 病人的第六意識 在那個時候 葉克摩在救他 他跟史詩沒兩樣 他到底有沒有第六意識 就這麼一個時刻 你不要去講別的 大家也不能說有 也不能說無啊 那就體現出什麼呢 第六意識 他本身是唯明 是信空 為什麼呢 說有 不能成立 說無也不能成立 佛為什麼能理有 從這個分析 來理有的 從這樣的分析 從見世間極跟見世間滅 從這樣的分析 知道第六意識 是如幻的 這個是結論 但是結論一定要從分析來 這個分析就是從中論 因為經典沒有分析 經典 這兩句可以說是分析 從世間極 從世間滅 這可以講這是分析 但是只有中論會 這麼細膩的告訴你 怎麼分析的 這叫隨順生意的考察 這不能 這不能簡化 這個是一個治療的過程 這個治療 這個是藥 波爾金說的波爾藥 就是這個 波爾的法 就是這個 這不能夠 不能夠把它 沒有 你知道嗎 文字跟觀照都要有 你沒有文字就不會觀照 那我現在聽老師講 我知道第六意識不能說有說無對不對 可是 不能說有說無 我還是沒有 還是說在這個 有一天會分析啊 會分析啊 是不是 我們從這個例子 就知道 我們談論的第六意識 本身不能說有 也不能說無 他只有一個情況 他是唯明的 而且是沒有本質 就是信空的 說有 是完全都要按照條件去說他 雖然我們看這個現象很真實啊 很真實 有這個現象我們稱作有了別嘛 也稱作那個第六意識在活動嘛 但是這個有都是從條件 去失色的 明眼 他本身就不真實 如夢如幻 這個是闢喻 不是說他就是夢他就是幻 他就像夢幻一樣 批育他無實 這個是異曲而已 你不能把他想像誰在做夢夢到的 說他有是這樣 說他無就是 沒有這個條件 因為 有不是真的 所以無也不會是真的 我們不能夠想像那個病人唐艾納 就是沒有第六意識 不能這樣講 第六意識 是我們 假明失色出來的概念 他是失色出來的 不能夠食有食物的來談他 我們在這個分析裡面得到信空 掌握到他信空 了知他為名 那麼從信空裡面會 會有一種 第一意嘛 這個信空就第一 這個治療 就第一 第一意會讓我們達到涅槃 就是 能夠離開一切執著 都是要透過這種治療 達到 我們要下課 第一意就是 第一意就是名 名就是來對峙無名的 那麼這個過程如果對峙成功了 無名就消失了 但是這個整個過程還是個為名的 這個是 話 講到這 希望你能夠 專精思維 就是按照文藝專精思維 就不要 不要自己干擾自己 思考要按照 要有條理 要有條理 這個是你要學習 我們都要學習 願以此功德 普及一切 我等以众生皆共成佛道 我們就能做過 謝謝大家 我們來看看 我們要學習 我們要學習 他們在做過程 我們要學習 這次 上課 我們要學習 我們要學習 讓我們來學習 結果 我們要學習 我們要學習 我們要學習